大家好 這一集就不是講錶的 主要是講錶的皮帶裡面的錶墊 你現在看到那個類似是長方形的那個 那我先講講它的結構 然後再講為什麼要做個墊呢 大概是墊 正式有沒有名字我都不知道 通常用跟皮帶一起的 很少跟鏈帶 鏈帶不需要 鏈帶你可以改 膠帶都沒見過 因為膠帶就不需要 現在天氣涼了一點點 用這個墊是特別有感覺的 我先講講結構 其實它是一塊皮 現在你看到這個是我自己做的 是親手做的意思 皮帶也是我親手做的 你看到那些車線都是我車的 它是一塊皮 然後它會有兩個loop的 一個loop就是一個圈 其實那兩個loop就是通過 就是你現成的皮帶 就是不會掉 就扣死了在錶裡 整個結構就佔著錶的錶底 理論上錶的錶底 就接觸不到你的皮膚了 就是三件東西 就是一塊皮 然後就兩個loop 就是兩個圈圈 很多時候如果一隻錶 例如像大錶 Paneride那些 就配合有些手小 有些女士 有些男士手都小 我的手都偏小 15點幾 不夠16 15點5附近 多一點 那就麻煩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正常帶 就比較長 standard帶 加短帶就要另外買 還有要等 如果不是加短帶 就可能要打個孔 但打個孔 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打極 都沒有它原裝打得這麼漂亮的 原因就是不一定你的頭不漂亮 問題就是用不同的頭來打 就是頭有不同 一定是有不同的 所以呢 就是打個孔 都不是那麼好的辦法之中的辦法 還有呢 打個孔也有個問題 就是因為皮帶是斜上去的 還有在上面 有時候會墊高一點 所以有些情況 就可以打一個孔 其實多一個都打不到 因為你這個扣都穿不到進去 還有你墊高了那個位置 都是有問題的 就算讓你真的硬帶到 都那個美觀上 美感上就會下降少少 這個是其一 如果是這樣 另外一個方法 就不打孔 直接加一個墊 加一個墊 其實呢 就增加了厚度 就是令到你的手大了 墊了一些東西 那就是說 在不打孔的情況下 如果你的手勢 就是帶大錶 Panerai 那些 就是45打外的皮帶 也可以帶到大錶 那也是很容易脫出來的 那脫也是不需要什麼特別工具 一般來說 如果你脫到皮帶 也會脫到皮套 另外呢 我想到的 就是 不只是美觀 當然美觀是一個因素 就是 冬天 有時候你的手錶是降的 有時候 帶上去 有點不舒服的 但是呢 如果加個皮墊 這樣 整隻手錶 即是你接觸皮膚的部分 都完全是皮 當然了 再加上 你是要懂得做兩邊皮 即是前面也是皮 後面也是鱷魚皮 這樣就很漂亮了 即是 很多牌子 即是 這些中高價的牌子 它的底皮 都不是用鱷魚皮 要真是很貴很貴的 即是十幾二十萬的 才是兩邊鱷魚皮 這樣 這個是其中一種 即是整隻鱷魚 就包了你的手錶 那條皮帶 淺啡色 即是車了白線 橫線 你看到嗎 它的底皮 是鱷魚皮 但是上面那層 是牛皮 即是說 底那層 比上面那層 另外 你看到 整個底皮 即不是底皮 這個是底墊 我車了一個 收了邊 即是收了兩邊 那整個感覺 是不是很有層次感 即是拍了 即是中間的滴位 就站高一點 保護著 然後就收腰下去 尾位那邊 又闊一點 哇 真是多漂亮 真是 不是賺自己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試一下 其實都很簡單 純粹做這個底皮 就不需要車線 即是 就這樣用膠水 用皮革膠水 就行 那你當然 最大的問題 就是要裁剪 不過兩個圈圈位 即是最好用膠水 就車一口線就好些 那就穩妥一點